一城有道学堂 从入门到职业 快速系统学中医 全国的广大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一城有道学堂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师 来自北京中央大学的徐亚老师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五行学说 下面我们接着来学习五行学说 上面我们介绍了关于五行 它的基本概念 五行的特性 五行的归类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来讲一下五行之间它的关系 那么五行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主要它存在着一 在生理状态下的五行深刻质化关系 以及呢 在病例状态下五行深刻的异常关系 也就是从正常关系和异常关系两个方面给大家来讲五行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五行它的深刻质化关系 其实这也就是五行在正常状态下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其实就涉及到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层关系 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关系 那么所谓五行相生 是指木 火 土 金 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地相滋生 助长和促进的作用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滋生作用 助长作用 那么它的顺序 大家注意 就是按我们所讲的 木 火 土 金 水 相临的两行 就是相生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在生木 所以我们说 相邻的两行 就是相生关系 那么这里头要提醒我们广大学员注意了 这个图示当中 其实外圈展示的就是木 火 土 金 水 你说红色箭头代表的就是相生关系 这里头注意 相生关系 它是一种单向关系 你看我的箭头是一个单向箭头 所以说 只能是木 能够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在生木 这里头 我提醒我们广大学员要注意的 就是对于这层关系的理解 其实呢 咱们大家不要试图的 机械的或朴素的去认识这层关系 比如说有的学员可能会说了 说关于这个木 火 土 金 水之间的相生关系 可能我会存在着有些理解不了 比如说 它说了 木能够生火 这个我能理解 点着木头就着了火 其实这是用什么 用朴素的理念去理解它 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咱们通过介绍五行它的概念 我们知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五行 它是一个哲学概念 它是一个抽象的 所以不要把它试图放在咱们朴素的这些物质当中去理解它们的关系 所以这里头呢 当然火生土 我说火灭了以后成土 也不要这样去理解 土生金就很牵强了 有的学员说了 那么土里头可以什么 这个挖矿 矿出来了 一般都是金属 那么金生水就更不好说了 那么金生水有的说了 金属融住以后就变成液态 那么液态也不是水呀 是不是 所以呢 关于水生木 又说了 水 浇树 树就能成火 所以这里头我还是要提醒咱们广大学员啊 不要把它放在咱们的朴素的理念当中 很牵强的去解释它们的关系 那记住 它只是代表了五大类事物之间的 相互的促进助长这种关系 这其中注意 相生关系我们又称之为叫母子关系 其中生我者为我之母 我生者为我之子 比如在这里头我们举例子 说火这一行 其母行为木 其子行为土 也就是说木能够生火 火能够生土 这是关于我们的第一层关系 叫五行的相生 注意它是一个单向关系 也称母子关系 第二层关系 我们称之为叫五行的相克关系 所谓五行的相克 是指木火土 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地相克制制约及抑制的作用 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它的发生 咱们大家看我的图示当中就是蓝色箭头所代表的 顺序来讲就是木火土金水相间隔的两行 就是相克关系 可以说是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金再刻木 所以说是蓝色箭头所代表的 就是我们的相克关系 在相克关系当中 大家注意 其中我能克制的就是我所能战胜的 所以叫我克者为我所胜 而克制我的这一行是我所不能战胜的 因此称克我者为我所不胜 因此我们说相克关系 我们又称之为叫所胜所不胜的关系 这个关系 大家注意 在咱们日常的中医临床及使用过程当中 咱们提相克的概率很小 往往咱们习惯于使用所胜所不胜关系 提相克关系还好 一提到所胜所不胜关系 咱们有一大部分人 就会怎么着 就会出差错 就会出差错 比如这里头我们拿木和土 这一对来讲 正常状态下 我要问谁克谁 可能咱们广大学员啊 能百分之百答对 比如说木和土 我们说了木克土 这个肯定要知道 但是如果要用所胜所不胜这个关系 来解释他俩的话 可能咱们广大学员当中就有一大部分人就开始迷糊了 比如这里我问大家一句 你就用所胜所不胜 给我来回答 那其实这样的实验我做过无数次了 全国各级各类这个学员 包括我给大学所讲的本科生 问这层关系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班级能够一口同胜的答对 如果大家不信 那么下面 我说你用所胜所不胜给我回答 那你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 来准备好了吗 来看 首先看木和土的关系 本身是什么 木克土 那么现在我问你 因为木克土 因此木为土之 所胜还是不胜 可能咱们学员就有两种答案 一个是胜 一个是不胜 那么到底木是土的所胜还是所不胜呢 这里头咱们不说了吗 其克我者为我所不胜 那么木克制土 当然木是土所不能战胜的 所以我们说木为土之所不胜 反过来 那么土就为木之所剩 所以咱们广大学员呢 关于所胜所不胜关系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这是我们五行关系 在正常状态下的第二种 叫相克关系 下面第三种关系 就称之为叫五行制化 所谓制就是制约 克制所谓化就是生化和变化 那么所谓五行制化 就是指五行之间地相生化 地相制约 而生化当中有制约 制约当中有生化 二者相辅相成 来维持协调平衡的关系 就称之为叫五行制化 其实说白了 五行制化要用公式来表示的话 就等于相生加相克 就叫五行制化 所以我们说五行制化关系 是五行生克关系的相互结合 就是制化等于相生加相克 而五行的相生相克 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这里说了 叫没有生就没有事物 它的发生及成长 而没有克制 事物就会过分的抗生而危害 就不能保持事物之间的 正常的协调平衡 这里头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 我们人体当中的例子 人体当中有一个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的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 如果在生长发育期 比如说儿童到青春期 这个阶段 假如它分泌过少 也就是说什么 没有生吗 没有生 分泌的太少了 咱们大家都知道 肠患的一个疾病 就是生长激素低下 所导致的猪乳症 猪乳症 这个人呢 一般就长得偏于矮小 但智力呢 一般正常 我们称之为叫猪乳症 这是没有生 事物就不能发生和成长 那么另外 假如生长激素 它的分泌过多 没有克制 失去了克制 该停的时候不停 或者是分泌的过多 咱们都知道 相比于注入症来讲 又有一个病 叫巨人症 巨人症 这就是没有克制 事物就会过分 抗生而为害 这是在青春期 如果分泌过多 会导致 这个巨人症 假如在成人 这个时期 生长激素 分泌过多 则会导致 枝端肥大症 反而成了病了 所以叫抗而为害 五行之间呢 既有资助促进 又有制约结抗 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从而才维持了 事物之间的协调平衡 这种正常状态 所以说 五行的任何一行 它都有 生我 我生 克我 我克 这么四种关系 其实也就是有四种身份 在里头 所以我们在 明代张介斌 内经图一运气上当中说 该造化之机 不可不生 也不可无治 不生 则发育无有 无治 则抗而为害 这里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生长激素 它的分泌 那么生长激素 在儿童及青春期 如果 分泌的过少 则会导致生长发育的障碍 呈现 叫猪乳症 是身材矮小但支离正常 叫猪乳症 那么 假如 在青春期 和儿童期 它分泌过多 也叫什么 无治 无治 或无克 因此呢 就会导致巨人症 它的发生 假如在成人 生长激素 分泌过多 则会导致 枝端肥大症 所以说 就没有治 则抗而为害 这是关于 我们的五行 它的正常状态下的 相生相克 及二者结合 所呈现的 五行质化关系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 关于五行 在异常状态下的关系 那么主要 就是它的生克异常 第一个方面 就是五行 相生关系的异常 我们称之为 叫母子相及 那么母子相及呢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那就是母病棘子 和子病棘母 首先我们先来看 母病棘子 那么所谓母病棘子 是指五行当中的 某一行 它的异常 会累及其子行 从而呢 会导致母子两行 都出现异常 这就是我们的母病棘子 在中医临床上 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 脾病容易急肺 还有呢 肝病容易急肾 这里我给大家呢 讲一下 这个脾病急肺 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更容易看到 所谓脾病 在中医当中呢 脾将来能够 蕴化水骨精微 所以当脾虚的患者呀 它蕴化功能低下 因此呢 我们的水骨精微 不能正常化生气血 因此这个人呢 一般都会导致的 气血两虚 主要呢 是以身体雷弱 为主要特点 体弱的人 大家看 就容易患什么病呢 像感冒啊 肺炎呢 类似的这种 呼吸系统疾病 最终出现的结局呢 就是肺脾的两虚 比如说身体弱 吃东西少 这种人呢 就容易得感冒 肺炎 咳嗽 这些疾病 其实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的脾病 日久 气血不得恢复 集体免疫力下降 导致了肺气的亏损 所以最终形成的肺脾两虚 这是比较常见 由脾病所引起的这个 我们称之为叫母病基子 因为五行当中 脾属土 肺属筋 所以是母病基子 下面母子相继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关于我们的子病吉母 所谓子病吉母 是说五行当中的某一行异常 它异常以后会影响到其母行 最终呢 导致母子两行都异常的这样的变化 在临床呢 反过来就是我们的肺病 可以疾痞 还有一个呢 心病可以疾肝 肺病吉脾 其实主要是说 在出生以后 这个化儿 比如可能会有早产 或者呢 有氧水吸入 这样的情况 导致呢呼吸系统 容易并发一些疾病 在长期疾病过程当中 这样的化儿呢 往往也会影响到他的饮食 就是长期得病 这个孩子食欲就不好 其实长期患有肺系的病 免疫力低下 更容易得病 得病以后呢 会影响到他的食欲 导致呢 他的食量减少 容易腐胀拉肚子 最终形成也是一个肺脾两虚 那么由肺 也就是筋 影响到脾土的 这样的一个病理变化 我们则称之为 叫子病吉母 另外咱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心病呢 也可以急肝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出现 这个心理负担过重的时候 想事想得多 或者说紧张焦虑 这时候呢 就容易导致心火抗盛 那么心火抗盛 这个人一定 往往会什么 影响到木 其实又影响到肝 导致了肝火也比较旺 因此 这个火大的人 一般怎么着 他除了口舌 声疮以外 还容易心烦意怒 其实这就是 由于心病影响到了肝 出现了心肝火旺 这也是典型的一个 子病吉母的例子 这是关于我们 相生关系紊乱当中的 第一个方面 叫母子相吉 包括两个方面 母病可以吉子 子病又可以吉母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就是五行的相成和相污 就是五行相克关系紊乱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层 所谓五行的相成 那么所谓五行相成 是指五行当中的每一行 对其所剩的一行 发生了过度的克制 记住啊 叫过度克制 过度克制 是五行之间异常的 一种克制关系 我们又称之为叫背克 也称之为叫过克 这个背 大家注意是个加背的意思 那么之所以会发生五行的相成 其条件 有一所不上 其实也就是克我的那一行 太过 或者是我本身怎么着 不足 也有可能两个条件同时存在 这里头呢 我把这个条件给大家再讲一下 比如说木和土 其中木为土之所不胜 所以说所不胜 怎么着 太过 也就是说木太过 即使土正常 也容易发生过度克制 那么另外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木本身正常 但是土太弱 大家看 这个克制力也会过度 所以也容易发生相成 也有可能两种条件同时存在 比如说 本身木就旺 土就弱 两个条件同时存在 那么更容易发生相成 那这就是相成发生的条件 而相成它的顺序 我们说它是按照五行顺序发生的 所以说我们的相成传变呢 同时也是跟相克关系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称之为叫木成土 土成水 水成火火成金 金在成木 记住 正常状态下 我们提升和克 异常状态下 我们称成乌或木子相紧 这是关于相克关系紊乱的第一层 叫五行的相成 记住 它和相克的区别就在于 相克属正常的克制状态 相成属异常的相克 两者呢 顺序是一致的 但强度 相成的强度要大于相克的强度 所以他说它是什么 过度的或异常的克制 我们也称之为叫备克 还有一个词 大家注意 我们也称之为叫过克 就是过度克制 下面是五行相成相乌的第二层 就是相乌关系 所谓五行相乌 是指五行当中的每一行 对其所不胜的一行 发生的反向克制 为五行之间异常克制现象 我们也称之为叫反克 还称之为叫反乌 注意这个词 相乌我们又称之为叫反克 你记这个词可能更好理解 它所发生的条件呢 主要是什么 比如说咱们的金和物 正常生理状态下 金它能克木 金克木 如果发生反克 那么当然一 是金太弱了 金为木之所不胜 所以说所不胜太弱 那么木为金之所胜 而所胜怎么着 太强 因此呢 就容易发生木 对于这个金的反向的克制 在我们中医临床上呢 最容易出现的 其实就是肝火太旺的人 容易木火行金 导致咳嗽 咳嗽 这里头呢 关于反克它的方向 我说了 它与我们的相克顺序 是相反的 因此我用粉色的箭头 代表的就是反克 又称之为叫香屋 这是关于香克紊乱 香城和香屋 下面我们就比较一下 关于香城和香屋 两者的联系 以及它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 主要区别就在于 香城 它是按照五行相克次序 发生的过度的克制 而香屋呢 它是按照五行相克次序 发生的反向的克制 比如说方向不一致 两者的联系是说 香城和香屋 它都是不正常的相克现象 而香城跟香屋呢 也可能会同时发生 同时可能会发生 比如说肝火太旺 这个人既可能导致肝木乘皮土 又可能导致木火行击 既可以乌金又可以成土 所以说他俩可以同时发生 而发生的条件都跟什么 五行当中的一行的太过或不及 有关系 其中所剩假如不足 或者是同时存在着 所不胜的太过 就会容易引起相生传变 另外如果所不胜不足 和或者是所剩太过 则会引起香屋的传变 这是关于我们的五行 它的异常关系 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了两层 一层是我们相生关系紊乱会导致母子相及 包括母病吉子和子病吉母两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相克关系紊乱 就会形成的相成和相乌 所以在素问五运行大论当中就提出了 说弃有余则至己所剩而乌所不剩 其不及则己所不剩乌而成之 己所剩轻而乌之 其实这句话理解起来呢 有一定难度 因为这里头的这个关于我们中国古代 这个古文当中它的用词啊 有时候它讲究对账 从而导致了呢 你可能就不好判断 它到底属相成呢 还是相乌呢 下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句话 首先弃有余 有余其实就是什么过满 胜 也就是说五行当中的异形太过 则会什么 至己所剩 所剩就是所克 那么他对于其克的异形发生至 这个至其实代表的是克制的过度 对他所克的一个发生的过强的克制 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相成的过程 后面这句话叫无所不胜 无所不胜 也就是说对克他的异形发生的就叫反克 所以我们称叫什么 叫相无 相无 理解前面这半句呢 可能没有多大难度 其实就是至己所剩 就是相成 无所不胜 就是相无 那么下面一句话 说其不及 说五行当中的异形不足了 那么作己所不胜 也就是克他的异形 无二成之 那么无二成之是相成啊 还是相无啊 这里就注意 克他的异形 对他发生的 那一定是相成 其实叫无二成之 是相成 而己所剩 也就是说他所克的异形 对他发生了反克 因此呢 属于相无 叫清而污之 好 那下面呢 我用一个图示 给大家来解释这两句话 首先我们先解释第一句 叫弃有余 则至己所剩 而无所不剩 首先我们先来看 拿土举例子 弃有余 其实就是土这一行 有余了 抗胜了 其实呢 他可以发生四层关系 第一 可以呢 这个 子病可以积母 可以影响到火 母病呢 也可以积子 影响到他的子行 也就是筋 这是 我们这个方向 展示的是一个母子相及的并领传变 而我们上面这句话的 弃有余 则至己所剩 而无所不剩 他代表的是一个相克传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树下 他有余 对他所克的一行 那他克谁啊 不是土克水吗 因此 对其所克或所剩的一行 发生的过强克制 我们就称之为叫相成 所以叫至己所剩 对克他的一行 就会发生反向的克制 因此就叫相无 其实叫无所不胜 就是这句话 解释的就是我们的树像 给大家所概括的 那么另一句话 叫气 在这个图示当中 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图 这一行 这一行 他可以 母病 子病及母 影响到火 也可以呢 母病及子 影响到金 同时 他还可能呢 对其所克的一行 发生过强的克制 叫相成 也就是水 对克他的一行的木 可能会发生反克 我们就称之为叫相无 那么另一句话 我们说 叫其不及 则己所不胜 无而成之 己所胜 轻而无之 下面我们来图示展示一下 那么还是以土为例 土如果弱 叫不及 他也可能发生 子病及母 影响到火 也可以呢 母病及子 影响到金 这是母子的传遍 那么 其不及 其中我们的土 是克水的 也就是水为土之所胜 其所胜的一行 因为他太弱 因此会对他发生反克 我们称之为叫相无 所以我们说 这个己所胜 轻而无之 而物对土属克制作用 叫物为土之所不胜 因此 己所不胜 对他则会发生过强的克制 我们称之为叫相承 所以叫乌而成之 上述我们这两个图示呢 就把我们这两句话 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解释 在这个图当中 咱们还来看 还是土这一行 当他太不足的时候 会影响到其母形火 和子形金 同时呢 他太弱 因此呢 水这一行 对他会发生 这个反克 而金这一行 会对他发生 过度的克制 也叫相承 上述 我们把五行 它的基本关系 主要呢 讲了两种 一种呢 是正常生理状态下 五行的关系 主要呢 表现为 相生相克 及五行的制化 那么另一种关系呢 其实就是五行 在异常状态下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 一 相生关系的紊乱 主要是母子的相及 包括母病吉子 及子病吉母 另一层关系呢 就是 我们五行相克 关系的紊乱 它会发生 依过度的克制 称之为叫相承 也叫备克 和夺克 另一种呢 是呈现一种 反克现象 我们称之为 叫相乌 到这儿 我们就把五行学说 它的基本内容 就介绍到这儿 这一节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节经典原文诵读 改造化之机 不可不生 亦不可无智 无生则发育无由 无智则抗而为害 内经图意 运气上 更多课程 微信搜索 一城有道学堂 不见 需 Mitarbeiter